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认为说台湾可能不要说再继续电动要不要使用核目这些设置 而是应该在一个高度的一个比较高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发展曲线 未来社会经济发展曲线 所以我们早上有时的建议我们认为产业应该急速转型 那我们看到产业面现在已经面临这个全球的R100的这个要求 然后欧盟这个要急速减碳的这个要求 然后欧盟也要施行碳关税这样的规划 那在智力转型我们早上也对政府做了一些建议 我们认为今天应该起动气候行动令 然后建立气候变迁 会报 像科技会报的支持一样 来做使气候变迁产生的问题 然后我们建立总统方面在还没有修气候变迁法之前 应该类似连京改革委员成立一个气候行动令 来召集各界 来对方台湾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未来的长城大战 然后我们认为就像董正伟刚刚所报告 如果政府现在认为政府的这个风电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 下一个关键的议题就是强化社会 那也就是拉开社会的学习 包括刚刚董正伟特别提到的雨电共生的问题 或是湿地重电的问题 或是我们看到在各种风力发电的问题 在全世界的阶段 当我们的行动能源转型 都会有各项不一样的证明冲突 或是不一样的见解 那这样在一个社会的阶层 然后行动能源转型 社会的落实 社会的支持 社会的压力 都是非常大 早上英国会代表 有特别有提到英国的波面所会的支持 在这里发展 那我想我们有同学会问他说 为什么他们会有什么样的 为什么会提起占生的 在台湾有什么可能的事情 那我想他有一定的回答 所以这个部分 那社会转型的部分 我们早上也做了一些报告 包括下午 刚刚董下午也做了一些报告 以及社会对于台湾的霸电 民众对于台湾的霸电 甚至是不是能够达到 是不是会缺电 或是说如果不缺电完 是不是占生的呢 甚至有这样子 我们都做了一些报告 所以下午特别提到 就是奈威杰 特别提到这个新生的提醒 我想这边我们早上 概念有关 就是一个合设计的概念 是可以很接近的 台湾是还需要在 比较提示的 去发展下午 那另外我们这个 这个林坚敏老师特别提到 这一个武汉产品的 这个一个基石 从消费市场 其实来鼓励这个 再生意愿 或者是鼓励下关 简单的商品 然后你特别提到 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赵博士特别提到 然后再来这个 这个赵博士特别提到 关键节能 有些相关的问题 然后这个王顾问 特别提到这个 这个节能 台湾有三成点 如果台湾有节能 工业或是各界的 所以节能百分之三十 那这个就会 事实上会比较点 其实节能也真的非常 好 那最后我们一期视频的 蔡博士特别提到 工业用片子 这个一个八百分之四 那台湾应该 只能来思考工业更多 我想这是最多 但就是他的最多 好我们现在开放 好我们现在开放 那哪位同仁就是 两分钟啊 情侣就是 情侣的 什么单 考考考考考考 我们先搜集两三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先 要求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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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 不是总八百分之四 一 시대 没摔是 做很了不起 所以 服务人 生性猛 抑说 额 好 同分之四 五 一 我们 一起 或者 的 授權是終極了台灣 在台灣是不公不義 在法律上的 國化電廠 中文部都是在裡面建廠 不公不義的來自我知道 怎麼過的 2017年12月27日 主席我們的數學 這邊就健康 健能救台灣 我知道你健康 是安靡的 肥熱的 健能安靡的 你剛才我看 你裡面可能有一個辦公室 我都有意識 我都有 我都有 我都說 能力只能把我們行動 一切 我們知道 你跟一切都要 你陸續上都安靜 有改進 台灣的能力也不安靠 你什麼樣的 前一個主題中的節能 他在說節能能潛三次 也有錢 工業用的能潛三次 以及建築也有很多 紐約給你綠色行政來的 我這 紐約要拜建築大法 摩天大法都要安靜 teamed 203月akat 203月 назад 208次 你知道你們現在 美國陽 soit 這個群群最新的趨勢 在巴黎是一條 通過IPVC 領域會不會回應 這四個 就是我們九二七的訴訟 我們有三個行政院 到基準當中的國務 我們在正面的回應 我們這群是三個 到目前沒有群職回應 就是這個 通人類的深度全盤暴大出來 我們知道你怎麼改回應 聽說你改回應是需要一點故事 我現在非常可惜的 是說小林樂林 是說我有舊子 是說台灣不會去的 但台灣的美 應該是去年還是在生長 所以去年旅行 前年旅行旅行旅行 旅行的台電總經理 台電總經理 台電總經理 結果去年深澳 我們現在就宣布 非常可惜 所以我告訴你 今天怎麼這麼做 我九十月來台大 三個月 我們來回應 今天也是很能力 有關的 在那裡 在中間大學 不會去的 結果我也跟年齡 都在學校 這都練習一下 看我們什麼系統性 你是特導的 去結合 你知道嗎 你剛好台灣的 即使從六十月來的市 入大學系統 教育的系統 我們俄羅斯活動 就是招育不太大 這麼考慮 我時間就想最好 但是 結果我只得對流行的數學 我們九十月來活動 規定數學 我們未來機會 從行政院討論 我們在他們看待 這個壓力 民進的壓力 我們很小 我們也不夠的壓力 所以 有平衛來的可能 我們就是 無法力 謝謝 好 好 我們是要縮起三個問題 再一起來回應 再一起來回應 一起來告訴我四個問題 好 我們還是縮起了兩個問題 現在收集準 兩分鐘 兩分鐘 我想請問 我是台灣環境主持的總教團聯絡 我會想請問 因為 都會講得有提到 節能、緩節能 我剛剛也講到 工業節能 就可以 剩下三次的電 然後 剛剛這位也說 到 現在它是到2025的話 會有21G的 濾鏈 再生能源 然後 2026到2035 沒記錯的話 是11G 然後 但是呢 台灣現在有很多基礎在改建 像現在 台電網站 它目前有提到 林口電廠有更新計畫 東銷電廠也有破建計畫 大林電廠也有改建計畫 大潭電廠也有更建計畫 那要增建改建那麼多的電廠 然後再生能源就要增加這麼多 那我就想 我就 可是一定要 幫主要 節能 又要節很多嗎 節能真的是一定要做得好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那麼多的電 增加那麼多的電廠 那台電要怎麼調配 台電要怎麼調配 然後 如果 以增加那麼多電廠 那支批電力的成果會增加 那這方面你需要做怎麼樣子的 盤盤整跟那個調配 就跟那個調配 謝謝 大家好 我們是交目部台的文青工 那早上的先進去知道 台灣的電價也超過50% 是這樣滿意的外景 那同時呢 我們 當外貿他們 當包含的排暗 跟一些氣候變遷的 那個資格 那另外 他們也知道說 目前電價是小林 這個文青的法院 那當政委 就當時說 我們 那個每次 每年的超5萬 超過5萬 超過5萬 那當然就是 再生了一個 補兵資本以後規模化 靠補兵資本 是會下輸 但是超多的成本 好像還是沒有辦法 那 作為我在 文化 當中的技術建設方面 我們在 補兵技術建設會 補兵了它 電力的功能 那 每次那個 電力的電價 開場 都我們去認識 就這樣講 那如果去維持 我們國內的 合理的穩定 電力的套廠 就要我們 這樣一個資金 是 所以我們兩次 都準備 謝謝 謝謝 那 當然 我也要回答 還是我覺得 這個 OK 好 謝謝 你們在 在 再重複展示 就是說 我們去檢探這個部分 那我剛才在這裡 檢探這個部分 我們有三個部分 那第一個大概是說 這不這樣子 對 你要適應這個 公共病不好的時候 對 不管是 開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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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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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就是 加強的 這個 因為 這個 燃免電子 是 有個影響 但是 我們就 如果燃免電子 的話 我們就加強的 當中 對 那第三個 就是說 你可以 再重複 這個 就是 這個 燃免電子 實際上 如果他還沒有到 這個 燃免電子 就 他 被用 這個 不會被壓到的時候 他 是 他 是 那 為我們想 激電子 來 就是 來 方向上 那 就是 這樣的 他 那 成績 當然 你看 這個 這個 我們現在 目標 是 2025年 達到這個 整個 發電量 過了 2025年的時候 在 這個 那 我們看 這個 到 我們 我們說 剛剛 這個 離岸後面的部分 2025年 然後 我們到 2035年 事項 進入的規範 還有 另外十個 那 另外 就是說 有關於 節能的部分 那 節能的部分 現在是 對於這些 不管 我剛剛 你們知道 新的建築 可能會很好 我們跟電視部也有關 他必須要 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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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先從這個 公共設施的這些建築 他是強制要求 那 民建築 這個部分 慢慢 可能會遲到 事故的一些 相應規範 那另外來講 運用電大戶 的部分 剛剛也跟你說 這次的運用電大戶 強制工作 有一些 叫 強制性的推進 他必須要 被弄運 等等這些情況 那 但是在 被弄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用 這個 逐步性建議的事項 來做一些追蹤 那 現在來講 他對於這些運用電大戶 也有一些 包括 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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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價的一些方式 來調配 那還有就是說 針對這個 協能的部份 在 原理整態有別的相關運算 或是 不容實用機器 也好 或是 來跟地方政府合作 可以用一些相關的 一些 結業的運用 那 還有另外 就是說 對一些 接人產品的一些 有並跟 補助 比如說 因為 對我們這個 加電來講的話 市場用電量最高的 就是 忍吸吸 還有 印象 那 這個部份 如果可以 轉成這個 接見 提起標章的話 事實上 顯得這個 可能 今天的 效果是非常好 那 我們有推出就是說 針對這個部份 也會有一些 新衛生物質 或者是 破裂的一些補助 那這個效果 是 不錯的 大家也感應非常好 那 大家知道 是不是先用這幾個方向 來做一些 推動 那 大概就是說 我們也非常歡迎 給大家 補一些 用什麼樣的方式 不管是用補助的方式 或者是補助的方式 如果 可以達成一些 結了一些效果的話 我們 幫你 給大家提出 我們選擇 可以在 我們政策上 能夠一些補助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呃 2025年以後啊 這個 呃 再三年以後 對 佔領的 發電量的感知 都什麼的很重 那 的確 或許或少會對 我們系統的 這個電影 產生一定性的影響 不過現在 談戀公司 這個能源局 已經現在就開始涉及了 現在 現在 啊 才 2019 那還有 特別的時間 現在已經在 開始 就是說 發生的 這樣的 能源病往進來以後 可能產生了 這些電影 的影響 還有 不管是通過這個 智慧電影等等的一些 形狀 來做一些取足 還有一些 我剛才提到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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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認真的 忍住 等等一些情況 不管是說 呃 用出去水利啊 或者你 或是 逐漸的方式 來做一些 自衛性的一些調配 等等一些情況 那 呃 另外一個就是 有關於這個 情整的問題 那 我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 現在比較有可能 以現在來想 比較有可能影響 電價的部分 啊 就是 國際能源價格的變狀 那 國際能源價格的變狀 我們現在看起來 是比較明顯 是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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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 那另外如果是 再生能源的價格 來講的話 那 我就是 那 我們做價格的部分 基本上是每年 都在我們價格 那 不管是在 不管是 抵抗方便 或者是 這個 抵抗方便 那 那 那 更何況將來 會有比較多的 尤其是抵抗方便 會有 是 禁價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個下課的加上 更多 會有更多 更快 好 所以 呃 從這個趨勢上來講 那 那 是 不明定說 一定要 一定要 可以的事情 那 那 剛才我特別提到 你 覺得你的裝飾 可以的 對我實力 啊 下課的精神 可以的 可以的 謝謝 請 可以的 助理 對 你們 看他這個人 神 會不會有 Eles 所以他自己的生活有什麼 我們節目上面改變的時候比較大的時候會在2023之後 那這時候變成那我不可能把2023年整個成分上面的幅度 或者是期待2023年的時候 南七根南免的價值原本價值到0.8塊 在2023年的時候就會積極 所以在這邊是有考慮到說 我們目前對於中間到發現成分的價格中間 沒有辦法收到反應的狀況 另外一方面我們在記錄是考慮到未來 未來在什麼節目調整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在找書裡面畫的部分 或在前面前面先開題反應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我們還想要把外部成分擺進去 這樣才能夠是全面的設計好 大家要把外部成分擺進去的話 那就是因為其他配料機師都沒有辦法進來 所以這是針對價格上的話 因為我是早上的那個早上洗澡會員 我們不得討論這一點的話 我們在不同的方面有資訊 那這時候開始也試穿了 我們唯一是離開的三類 離開的那時候不會去回答 因為我們好像針對他問題 我們沒有回答 就是我們本來跟他影響 我們終於那個電腦未來 因為我去看你說的 不是說 2025年會不會有興奮 會不會是新的任務店長 我也不知道 是是 看你 2025以後 也不客氣 因為我告訴你 你宣佈神奧什麼 我說你如果去 我一定給你 起不起來 如果你如果去 我也幫你入合適 我就譬如說 我一定給他這樣說 結果我們還要去宣佈 我是跟我說 如果真的沒意 你還想給我回答 第一樣就說 你也沒有去校 或者是有請到教育部 結果我幫忙台灣大學 也接了 我幫忙 一母校中心大學 就來幫我黑社說母校 我查理事務 他也不打 接了 這個沒有 還要做 所以我讓他一母校中心大學 一定會去 不過他一定是關心 關心 前面的獎者的工作 沒有調情不到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所以 前面你沒有聽 你會知道 我剛剛照國志 我說 你每一個外匯 真的拿來的 比天然性比較好 所以我也覺得說 你每一個演藝 你好像沒什麼回答 你一定是誰 所以你明明是否有可能 20到5年 台灣不可能新增 任何性的讓你墊 因為你這個突起 對 我剛才是 導致的 因為你的原因是很痛 我想 我們可能 今天也會創造新的名次出來 所以我們這幾天 要證明回答 每次要看 遊行的數據 我們這幾天 我們這幾天 要反規一旦 兩個台灣 這環境正義 都不公平 台北市沒有電廠 這個電腦 資料 很誇張 我們這幾天 都能回答 對遊行的數據 我們這幾天 我們親自上去 行政院 到底是消費 沒有回答 沒有正面的回答 我們這幾天 沒有訴求 其後 也沒有正面的回答 我們這幾天 就台灣 你們也不回答 不好意思 我們這幾天 你不回答 謝謝 好 再一次 議員 那就是 我們其實現在是一個 要減肥跟肥 跟肚子 所以我想有些 要需要 反壓實質 這個新的 好 議員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建議 要減肥 第一個就是 在講雲業共生 我就是希望說 一個出發點是說 透過這個 再生能源的引入去 讓養殖產業去提升 短期升級 那我就在講 我們 國內的用電大戶 其實是工業 但是我怎麼都沒聽到 政府在講說 透過雲業的 其量才有產業去 讓我們的工業製造業 限制業可能 有更高的這個 短期升級 所以 這個部分 今天的這個議程裡面 也談得非常的多 所以我想說 這個行政院不曉得 是不是可以 對這方面的想法 接下來會不會去談 這個工電共生 然後去把我們的整個 不管今天 的事情都 整合在我們的工業裡面 去做掌聲 就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現在不管是 魚電共生 私地動電等等 等等 他其實都會 慢慢的去 讓地方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是還有多少的 魚電共生 還有多少的 這個 濕地或者是 鹽田要被拿來做光電 因為 這會先制到我們 到底我們的國家 需要多少才能源 那 我們國家的土地 到底 哪個地方是 適合做在這裏 這其實是 需要去做一個 比較有信仰性的問題 那 我們在年初的時候 跟 跟政府單位 中央政府 幾個部會 然後去提到這個部分 他們還沒有 還沒有特別嚴重的 去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 隨著 這個魚電共生的之一 一直不斷的 現在一直不斷的收納 一直不斷的體現 還有其他很多的 我想這個問題 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 所以 這個並不是單號能源局 或者是單號能源局 或者是單號能源局 或單號內政部 他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想會需要行政院這邊出面 來做一個系統性的檢驗 會不會 比如說我們兩年後的光電計畫 2020年後的光電計畫 但他推出來的幾個 我們就有去做這個分曆的 但是能源總量 我們的土地需求的檢驗 而這個檢驗是必須要納入 環境與社會 各個方面條件的檢驗 然後第二個問題 還有一個建議就是說 就是今天這個風險中心 他們提了這麼多 很天氣的這些報告 那根據早上英國的經驗 英國政府 他們對於他們那個 土地的氣候變先 會嗎 對 他們的這個建議呢 其實他們都非常的正式 然後甚至變成他們的政策 所以也就導致造成這個 英國現在的這個 人員轉型 還算很進行 那所以 我對講 今天風險中心 請做這些報告 那行政院這邊 我是建議 能夠 能夠 給予一個 很具體的一些回應 然後 是不是有哪些 要納入一個分 哪些不行 是不是能夠做的問題 因為其實他們每年每年都要出報告 但是我好像一直沒有看到 政府官方比較距離 謝謝 好 我想借這位理事 一個問題 的確是說 我們現在 如果在公立比較火力 跟現在也不一樣的情況 我們整個中心的這個政策報告 其實建議政府應該 開始比較信仰性 常常來談點 大概未來台灣 無論在產店 結店 還有在裡面 服務業 還有各種市場機制的狀況 那剛剛比較具體的是說 未來需要在多少店 多少地方 我們這種當地 到三、五之後 我們再增加這個地方 我想這個構思需要 全盤性的一個 一個規劃 這個是 的確是說 我們過去比較 沒有那麼明晰的是說 台灣在長期的 這個能力轉型那邊 我們目標的意思是 我們要達到什麼 我想這個 就是說 也是我們的一個 呼籲跟建議 就是說政府在這個行程 應該要慢慢進行 社會的溝通 尤其 比較辛苦的當然 就是現在會產生 每天公司 或是市地重點 一些能力轉型的 一些社會證明 或社會益盼 那這個在世界各方面 益盼 那這部分的確是 需要來關注 那我加一個小的 因為 剛剛事實上 剛剛在前一個 Session裡面 這個 包括這個 賴韋傑 賴韋傑理事 他特別提到 地方市的問題 他說 政府現在從中央 在歸這個 明年轉型 或是結業 相關的過程 可是我們地方的 政府 地方的 地方的 相關的培訊 都不懂 但是事實上 在跟地方市 應該要怎樣講 第二個是結業 我們知道 過去 那裡 增長一點 我們在馬進子 都已經推動 結業 那這個 新北市的結業 的效益 包括 麻花館 NIP館 其實是非常好的 一個層次 將留下 往上的一個 結業 也是我們比較強 應該是 台灣人的 我們應該 也慢慢要去 其中 那就是這個 謝謝 謝謝 剛才提到這個 藍莓電子的部分 那 那 現在是確定在 惡言論文之下 之前 不會有機會 藍莓電子 那 如果 之後 我想 如果年輕 提出這樣的想法 之後 要設立一個 新的藍莓電子 我想 會提起很多的 真理和討論 我只能這樣講 如果 我還在這個位置 你會 但是 之後 我是不是還在這個位置 知道 至少 我的態度 是這樣子 那 再來 就是剛才提到的 工業的部分 就是 我們現在就是 希望的 五面更生 或 軟業更生 工業的負擔 比較多 那現在 工業的部分 我們是 確定有 兩個方向在做 希望它可以 那這個工業 其實我想大家都有 很多的一些 部分 另外一個是 要求它 我們剛才講 用電大附 中間大附 大附 工業 要求它們 一定要 採用 綠電 或是 獨棉裝置 等等的一些情況 也就是在 裡面上發出 一定的利益 在 乾淨的裡面上 都有一定的利益 那第三個就是說 就是 事實上昨天 總統在宣布 台灣製造業發展的 未來走向裡面 就是 我們要 其實 亞洲 很重要的 工業製造 中心的時候 有三個組織 一個是 產業 另外一個是 散任 AI 和 智慧化 第三個組織就是說 強調 醫生工業 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這樣 生產的過程當中 將來 每一個環境 事實上 都要的 運輸的機器 不僅透過錢人 就好 不僅透過什麼運輸的 那這個都被要求 不管是 我們政府的要求 或者是 國際大廠 他要求他的 這個 就是工商 也樂樂做這樣的要求 所以 為了將來的出口 等等的一些情況 事實上 這個方向是非常的確定 而且政府 也確定 有這個方向 中央工業 也確定有這個正正的方向 所以說 針對工業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這樣的 一個強調 另外 特別要理性的就是說 有爭議現在 如果看工業 比較有爭議 比如說 有些私利 基本上 我們的私利 就 不優先去主義 甚至趕在工業 形成共識 如果我們才會做 我們現在優先去做 是比較沒有真正的情況 來做一些推動 來做一些推動 那 比如說 剛才提到的 這個 一面公正的部分 因為 我們現在 逐漸的去推動 溝通很厚 我 我不覺得 問題 反而是很多的問題 過得一些 危機 好 那因為你有這樣的推動 不斷的溝通 不斷的 往前走的話 你才有辦法 你這個問題 做一些危機 那現在 事實上 也有些 一些問題 有些情況 那 我也非常同意 是說 整個 長期的發展來講 是 掉了一個整體 激動性的 這個 長期三個 推動 所以是在 當中的分別 現在 一樣 電汇調不去 我們現在 其實把這個事實 已經拉到 三五年 十二歲 也比太陽光 能做這樣的 一個實力 那 用環境的 相容 步驟 現在 我們也在 跟一些公民團體 共同去 做出 是說 在 設施之前 希望更多 雖然有一些部分 雖然是不需要的 但是 我們還是透過 有一個 這個 生態的檢核 也檢核 這個檢核 公司當中 我們有時候 我們再來做一些實力 這個 一些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 英國文會 演藝會 這個 再生聯盟發展 很關心 或者是 一樣 現在台灣 跟英國的關係 在前列發展 或者前列發展 是非常 的 互動對到 平衡非常多 英國 事實上 他們也 一直留我的鼓勵 就是說 雖然 再生聯盟發展 多多少少 但還是 因為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 他都給我們打氣 所以我們沒有問題 我們已經做得到 也 對我們 設置的一些 相關的這些 這些目標 事實上他們都非常肯定 我們也透過一些 學習的方法 事實上 在學習 他們 在過去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怎麼樣 就這樣 這樣 這樣 好 好 謝謝 我想這個 行政院應該會提到 葉醫師的聲明 謝謝 好 我們 因為我們會有下一個行程 我們就謝謝我們 認為 我們就繼續開放 好 我倒是先有一個問題 我要問李老師 因為李老師 事實上從兩年前 我聽到他的ideal 他在做這個 補碳的產品 而且已經開始做實驗點的情況 這個對青年世代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一天到晚在講 環境災難 在講 當然 在講高碳 有時候是比較 比較系統的 很大的行程 對青年世代 比較信心 那種創新的商品 而且沒有進入到市場 那我想請教李老師說 這樣的推動 是目前 有遇到哪些困難 或是他們要擴大 他的這個 大家的心理 這是我們 對他們的小問題 那不然大家還有 其他問題 我們再來 開放 開放 這樣 後面這邊 這是我 好 我是 不是 不能用去設計師 所以 我覺得就是 比較特別性的問題 導入到 看到 你們的 人員的一些規劃 他 或者是 跟 整個 事業的運作 比較有關係 所以他一定可以 承認去 跟他們的方法 所以我比較想要是 你什麼方法 可以讓各府 因為我也有 這樣子 跟政府 也有 來往的 部位的 靠部位的溝通 這個可以 比較有信心的 真正的 溝通 運氣均 還有我們未來 比較有一個 真正的 比較正面的 運行 這個目的 已經創成出來 謝謝 沒有 沒有 應該是 對 一見這個 就是 全世界各 各 部位的 部位之間的 這個 本位主義都很強 那很不幸的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 無論是氣候變件那麼多 各種食安 各種健康 各種 各一點各一點講 都是跨部位 所以在這個點段裡面 其實是不是可以 好 我們找人在聽這個 我想現在大家看你們是 什麼樣的 建議 另外這位先生 我現在一個問題 應該是 董春瑋要對 可是他已經離開了 剛剛聽了很多 先進講到說 我們現在 太陽方向有 地面型跟物體 地面型是 碰到很多主力 而且進度也弱 那物體型的 太陽方向進度很好 但是還是沒有你的問題 我記得 是不是我們要在 政策法律上 能夠鼓勵到 物體型的太陽方向 我幾個例來講 現在不是有 圍繞在改建 核根嗎 那圍繞在核根 我們如果說 都有鼓勵說 這個容積力會強低 那假設說 我們在鼓勵上 在法律上 政策上 能夠規定說 你改建的這個大樓 上面都要重點 那再增加 這個容積力 是不是可行呢 我想講這個 像它 這個物體型的 這個太陽光線 比較容易進行 像一片這樣 哦 這是這些 那第二個 現在我是 我們設大的 出名用片的 設影 那會有一個老師 的用心 來教我們 那 他告訴我們 韓國的 這個 這個我們陽臺上 都有重點 那麼我想我們 我們頭面可以嗎 這很好啊 因為我家是西塞 那如果說重點的話 這樣我可以講 就要不要發覺 那不是一個很好啊 就是 牽涉到他 有些政策問題 不是這麼有些厲害 我相信 我可以中心 能夠來反應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這個主持人的提問 好 非常謝謝 這個主持人的提問 沒有救 沒有解決 因為我參加了二十年的 聯合國期貨大會 那大家都一直在談 可是溫室以排放 也一直每年在增加 那儘管現在提出了 這個二零五一年 能夠達到看中文 但是我個人認為 很可能也是一個檢訪 因為 從過去的歷史來看 沒有機會 那我就在想說 那為什麼會沒有機會 那最後我看到的是說 因為現在的所有的決策 都是TOP DOWN 就是政府啊 那找這個企業 也能做 那其實所有的這個問題 都是人 人其實就是我們的個體 所以在這個全球氣候變化 這個領域裡面啊 那麼就缺乏了這個個人的參與 我講的個人就是出個人 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那麼其實是可以我所作為 所以我在這樣的一個思考之下 那麼就希望去提出一個新的作為 一個創新的作為 那這個作為呢 因為基本上一個人啊 那麼他在做這樣的一些行動 他必須要透過幾個過過程 第一個呢是需要給他資訊 第二個呢要建立一些新的價值典範 跟規範 第三個他才可以行動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要先給他訊息 那因為個人呢 那麼如果要到他的行動啊 如果前面幾個關卡沒有起來 那麼他個人是不太可能去做的 那所以呢我就想到 那麼怎麼樣去讓他能夠去親近 所以呢 那就是我過去呢就推了開始推動 被這個產品呢 給他貼這個探標籤 那其實環保署推了10年 那目前大概有400件 那其實這個在全世界已經是一個非常奧能的 但是還不夠 那我們現在就從這400件裡面 開始慢慢的來 對 那所以這個營造一個環境 這個蓄集 提供這個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就要建立這個 這個典範 那麼這個典範 如果他必須要讓他知道說 那麼個人 需要去做到探中文 那這個 那這個 為什麼要做探中文 需要給他一個個人的社會責任 那他覺得這個 要是他的責任他才會去做 那最後一步呢就是 必須要讓他很方便去做 因為就個人來講 他其實不會去做太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必須要給他很方便的去做 所以呢 就必須要讓他在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就可以去拿到 那到時候呢 如果這個 是需要讓他能夠專注的話 給他一些誘因 所以呢 我發展這個負担的商品 就是在這個 這個邏輯底下 就是一個產品 那麼貼上了一個 付500克的這個碳權 你買了這個之後 那麼你其實就可以拿到 500克的碳資產 那麼他覺得說 這個碳資產對他本身是 有意義有價值的 所以呢 換取他對於這個 這個碳的一個意識 那進而呢 他針對他的行為 因為他是一個消費者主權 所以他選的都是這種 負碳的產品之後 沒有負碳的產品就賣不掉 那賣不掉的話呢 他就必須要 這個去複碳 所以呢 很多的廠家呢 那麼他就會想辦法去做一個 複碳的產品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買這個碳權 那買這個碳權呢 基本上就會讓這個碳市場的需求 源源不絕 所以那個碳市場的價格就會起來 這就是那個經濟璇 農業廠德主講的 就給個碳定價 那這個碳定價呢 必須要足夠高 所以才有辦法讓很多的科技 要能夠起來 所以如果沒有打通這個循環 那麼光是有說 我去我去鼓勵你做科技發展 那其實那個都是沒有辦法解決 真正問題 結果透過最後呢 這樣的一個良心的循環 從民眾去選擇這樣的一個標題之後 那麼基本上這個就會啟動 那這個其中一個示範的作用 所以現在呢 那麼基本上就是 要讓這樣的一個活動能夠去被倡議 那這樣整個社會才有可能去 產生一個很大的轉型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個人在推動這樣的一個 這個商品 那我背後是有這樣的一個非常深刻的 那麼要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全球暖化問題 那因為這是我想到 很有可能可以解決的 但是沒有把握 所以呢 這個是我 在這今天呢 也利用這個機會 那好不容易 有這個舞台 那我跟這個全家合作 我們在12月25號 會正式在台北大學的全家便利商店 那麼開始啟動 那我們希望會產生一個示範的作用 然後帶動更多的廠商 那麼來拆 那我希望這個是一個能夠如我預期的真正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物體 因為當做了這件事之後 所有東西都可能變成探中了 也可能探中了 也可能探中了 所以政府也不要再去管廠商了 因為廠商從這裡呢 已經去盡到一個責任 已經是零探或者負探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政府的所有的作為 其實呢 就是去鼓勵民眾 去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會是一個 目前可能可以看到有機會 而且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這是我的這個說明 謝謝 我有兩個回應 一個是 我剛剛那個 剛剛提問的 那位臉已經是大分社會 社會的同伴 其實他是一位 非常優秀的退休公園 也在人員相關同域 所以說其實台灣社會有好多 關心人員專心的夥伴 其實都散落照來各地 長途明明 那可是我們碰到的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大家越來越懂 越來越想要出點主義 其實會有很多問題 那相當剛剛就是說 林大哥他昨天也不是說他今天要來 他很可惜 你也機會混到附正 可是我覺得這個不應該是一個 就是說 來到機會這樣說混兩句 這個不應該是常態 而是說任何人在對能源轉型 有什麼東西想了解 或什麼議題資訊 他其實他有疑慮的 或是說他有什麼見言的 或是他對制度上有什麼 他有一些看法 我覺得這個 如果能源轉型 是做為台灣社會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 完全沒有承接的這個機制 那今天好不容易就是 封嚴峰做一個這麼好的報告 那我覺得也是 再接下來的那個 很細緻的這個呼應 或是對接 或是 那個機制其實沒有揭起的話 我覺得 大家好容易來起一個希望 讓他們今天報告很好 可是 之後可能的確沒辦法做什麼 那個 就剛剛那個 我們夜市就會 一直就會覺得 對阿 那東西都很好 可是那個制度性的 那個機制其實沒有被揭起 我覺得這是真的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我要講的 可能是跟 我報告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在很多場合其實 有提過 就是說 像今天早上這個就是 英國他們就說 其實原產局裡面 其實工會也願意發生 那其實我在台灣 在好多次就是參與 例如說像之前 也包括 綠色經濟的這個 國家政策的研討啊 這個 還有像這個就是 西洋面圈的這個堂裡面 其實我都一直請教 要負責這個計畫的一些 一些教授前輩 就是說 我說 這算是要邀請那個工會的人 我講的是勞動的那個工會 就是工人的那個工會 那 原因就是說 其實工會在 這個很多的 不同的社會裡面 其實扮演很多樣子 台灣 大概 所謂的工會 大概不會討論到那個 怎麼休假 那個 基本上是怎麼調整 可是全球的這個 氣候偏偏 能源轉型 或者是這個 溫室氣體的議題 到底跟 勞動者 以及他的工作的形式 這其實在台灣 是幾乎不同論的 唯有的是 類似去年 這個 這個大型的這個 柴油車 要不要跑開 這些問題 他們一起渲染大過 而且也沒有很好的對話 我覺得如果在台灣 佔這麼高比例的勞動者 在這樣子的轉型過程裡面 沒有可以好好的 這個 這個時候 我們跟我們來討論一些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我 我講過很多次這個例子 我聽到一個歐國 非常精彩的例子 就是 他們的卡車司機崩潰 這個 他們因為要 越區 就是要跨過去 出去 所以可能出去可能是 開時間很長 而且沒辦法回家 給家人一起過夜 所以最後這個 歐洲的很多的這個 事故和團體 其實跟孟會討論 是說 有沒有可能 歐洲的這個 卡車司機 是短程的為主 長程的就要 改用這個 紅車運輸 也就是讓 卡車司機 不要過程中 一定要出去 兩三天再虧 那 孟會 以前他們沒想過這個問題 可是這樣討論之下 其實也思考了這個 或是無貨運的那個能源結構 或者裡面那個 調整的東西 我聽那個例子 有點很精神 可是在台灣 就是說 我覺得裡面的轉型 真的可能 太局限了 在某些特定的 的這個群體裡面 可是這個更多元 所以今天其實 這個今天的報告 也很 其實是這麼多元 我覺得這個問題 還可以再更扣散 那我覺得這些朋友 如果沒有在 裡面轉型的討論 裡面被納進來 那 即使是我們開了很多次的 圈口圓圍會 或是開了很多研討會 我覺得這些 這些可能會受到大型 嚴重 或是深度的影響的人 他一定會自私的反彈 他在過程中 他覺得這個能源的轉型 或是 就完全 他沒有被 被好好的照顧到 所以 雖然這個不是今天的一個重要主題 可是我還是想說 卻有早上的那個英國的案例 我覺得是說 可能 包括 雖然中心的支付 也 也 也 建議能夠在我這個方向 其實是有些看法 謝謝 好 那先承接大家 那我已經是那個發言 我們在先 再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在這次報告 一起有一個 重點上面 在談所謂的公正轉型 加設轉推去 就是怎麼樣 然後 被受到的能力轉型 過程中 會影響到這些 密集產業的從業者們 都一起參與進來的轉型過程中 而我們在這邊的話 因為我們還沒有什麼 國內的比較好的一些 上帝子 所以我們目前在報告 我們的話 是談一點國際各國的做法 就像是加拿大 他們比較激情的做法 他們有一些十個原則 這些原則來講 都是蠻值得參考的 所以我們也 幫你各位對這個議題 我們有什麼區域 會在參考裡面 然後一次我們在 有這個國際的經驗之後 拜託它 我們現在都是 都會轉成這一項 所以我們在政策建議上面 的時候 也在治理的面向上面 就是治理 還有一些治理 可能是這個面向裡面 我們其實在一個 具體的方案裡面 其實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 要以公正轉型 這個議題裡面 去進行一個 所謂的 要整合性的屏幕 更廣泛的規劃 更廣泛的規劃 這是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方案 然後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 來對公文化的規劃 是你們特別提到的 跨部門 跨部門的整合這一個方案 在做有一些公文的朋友 我們跟大家說 一下 今天我們在 開始這個核心裡面 裡面只有有一下 你現在談刀 強化跨部門的整合 這跨部門整合 這跨部門整合 並不絕對 只是單靠多多文化 能檢辦 然後把它改正到 所謂的 會化辦公室之後 多了很多交辦 多了一起來 要求的時候 就會動起來 而是還要包含一些 新的培養 跟對話的一些機制 舉例來講 像在西北市 西北市上 在去到 化學處的人區 的公園裡面 去認識到 怎麼能源轉型過程中的話 他們是有去辦 一些參與的 願景工作的話 那各個不同的背景 但是跟能源 因為我們相關的 這些公務委員們 機器人去討論到 那2050年的時候 西北市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從中去思考 進步去思考 他們在所負的 業務來講 可以用一些變化 然後進行不採用 規劃裡 系列的一些賠償設施 這樣的機制的話 在台灣來講 我覺得都應該變成 一個長規矩的作為 這樣才有辦法 就是推動所謂的 揭露行動 跟能源的進步 這塊是在 有關於部門的內造裡面的話 部門的改造裡面 除了是我們在倡議說 以經濟以及能源庫的成立 然後讓能源圖 然後讓能源圖 那這個時候 它在本質上面 你看到大家會這樣 措斥 才能夠讓整個 行錯 才會形成一個新的 能源轉型主流化 現在跟我們一起去 面對到這個 開放更多遠的 能源轉型議題 的一些 所謂的製作料理 這是我們在這塊 這塊報告裡面 這對報告會長上面 我們提出來的一些建議 那我這邊的話 主要其實想要講 能源軟型 並不是一些 原因的事情 那產品的角度來看 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其實第一個 是市場況 像比如說 剛剛利亞查問的地方 我看到其他其實是 有一點市場況的過程 那這個市場況 會不會是 它不需要外地去 就是推動 我們要只要設定好一個 像沙盒 或是一種一個框架的東西 那它裡面就會自然而來 地發展 那這裡面最重要的 其實就是 有一個外部成本的 內部製造 比如說像是 工程中心用品 到常識看稅 或者是 什麼樣子 和價錢 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都是一種 市場化的過程 但我們只是 把這個價格放進去 把自己的 放進去的時候 雖然系列它就會用 它們的角度 還有它們的生活度 上去做這個事情 比如說你進來的 德國來說 我進來的德國 它在 它價格不斷的上升 所以導致政府 導致的就是 連暗閃業 不得不 就是放棄 它有這種想法 也有這種想法 然後還更多的 美國人 還是因為 它價格不斷的上升 它的精神也有什麼 第一句 我們現在還是發電 那這個也可以導致了 德國的政府 慢慢公布了 他們 直接 就是完全不用 連戰的事情 會很多 其實這件事情 在全 它在講全球 各國都是在發生的 只有各國的這種 或者是在生人人的發展 其實它會透過一個 市場調整的方式 那像我們的 在生人人條例裡面 用電商戶條款 它其實也是一種 市場調整的方式 我們藉由 一個外部的拔款 讓企業去了解 就是它們必須要去 負擔著成本的時候 那企業自然它會主動的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不斷的在 給予它更多的一些方案 然後求它去做這個選擇 實際上市場化的這個機制 應該是我覺得 未來的政府方面 應該要去更多的討論 然後更多的去 考慮的一些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在 個人還有部門 這單位這次的 那比如說 像我們在技能方面 有各有個人的責任 那比如說在 企業方面 有各有企業的責任 就是企業的職位責任 那這些社會責任 還有個人的責任 其實它是不說實際上話 又可以去找到 我們去想 自己製造的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自己是否行為 就不斷的 在可以做的範圍裡面 怎麼樣去做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都是 包括於我們現在 政府在談論的 什麼樣子的成本 才可以去執行一下 比如說像我們在看 現在六都他們可能 都會有一些學校建制 海洋的這樣一些機構 當我們去跟六都去 這個時候他們會想說 欸我們有什麼辦法 我們就是 偷偷製造這些 可能我們看到 有100多的學校 他們在說 我們沒有可能 就是資金點館 就是我們不能再 因為這一次 他們都想做什麼 因為他們的 發射量不夠 因為他們的 就是 建制的方式 沒有辦法組合 所以 他們覺得 有些些部分可以來 但實際上 在聖能源 或者聖能源 它不是一個 成本上面的考量 它應該是一個 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成本上面的考量 它可以用 剛剛講的聖能源 的方式 然後去達到 應該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讓聖能源 我來回應 我來回應 剛剛那個 我們那個 個人的責任 今天也是 給各位分享一下 事實上 如果我們一個 女藝天神度變 各位算過 2300萬 乘以365年 等於將近 86例度變 可以有這麼大的 一個情況 就相當於我們現在目前 整個婚禁 將近三、四、五個 這剩除了 那不懂得死 其實很緊 第一個 回家去的時候 溫度開關 就是開泥氣 即使不開泥氣的時候 把溫度 然後一度 到一度 尤其是 絕對不要晚上 睡覺的時候 蓋你的臉 吹你氣 我都講這個 既不衛生 又不倒了 不倒的是 你把人家給出去 不衛生 是因為身上 我們知道 棉被蓋在身上 它會中間一種 氛氣 家裡的這個 棉被 你就是衛生 那裡面其實長了 滿多的層 所以這個叫做 補衛生 所以這一點我想 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現在 冷氣機上面都有叫做 所謂的那個書 它經常晚上會自動幫你 然後會突破到晚上 這樣很高 人在睡覺的時候 其實不會需要衛生 所以你如果把它 設定在書邊 而且你起動的時候 把它開始 用到17度 給它開始 可以晚上睡覺 會怎麼舒服 這是必顧 我跟各位見面 因為像那些 開飲機 或者是電熱水 其實不要 我這樣也很簡單 我就是用 一般的熱水 就選擇 用瓦斯燒開之後 灌到熱水瓶裡面去 比較小看 像那個熱水瓶 電熱水瓶 或是開飲機 其實因為我們一定會 女逼將來兇 因為他們一定會 有一個長大的 大可見 尤其是不要一整天 都給它繼續再加入 各位知道 那個繼續加熱 其實對事情做 而且都浪費能力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得出來 其實要節約 那邊如果我們每個人 回去都要去宣導 從個人做起來 就非常容易 把我們的能力都要使下來 這是我個人的 就非常非常厲害 成績和建議 不要做過的聲音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王工 我們我們還要宣傳 就是企業 如果要節目的話 好 敬少看他的這個理由 現在請大家散風 出於這個裡面 好 我想今天大會 我們最後簡單做一個 有個算結果 如果我們從早上 談到最後 其實有一個很酷的 比較系統性的問題 如果大家看現在 現在的執政主 他在非能力有重心 大概已經到了 一個比較有一定的一個架構 他現在一個比較肯定的架構 你可以聽聽 好像業命都去到 但是都開始已經在推動 可是事實上 現在有一個關鍵的問題 就是當中的事實 最多的指揮 當然你提供的問題 就是這些事實 如何變成流行 一個多通的訊息 公正的轉型 剛剛李建平老師的報告裡 還特別提到 他建議明年應該招牌 全國能力的會議 那我們今天是應該 趕快招牌行動公民的會議 這裡面商會的代表 中會的代表 中會的代表 中種的代表 青年世代的代表 或是團體代表 事實上我們這個 可能要歐歐規明說 整個台灣要進到 一個下一個階段 能力的轉型 所以我們 我還是這樣建議就是說 下一個非常關鍵 能力的轉型 反正就是社會的支持 社會的活動 那我們過去 大家的確在討論的過程裡面 都還在爭片 要不要持續 那我覺得這個理局應該 如果從今天的考量應該 應該會掉了這樣 而是 的確大家要真正來看 Cinario 台灣未來到 三點到五點 跟全球同步 都在思考這樣 我們怎麼樣建構 我們下一個 然後在這一樣的建構 很厲害 這些明明是從 我們的民主 可以反饋到我們的政策上 或者我們 行政部門的確就會 所謂的 本位的屬於 然後憂上的下一個 這樣能力的轉型 恐怕還是會遇到非常困難 所以我想 最後的 從下而上的這種 波動跟實踐 也有非常多的 建設 它推動了今天 那個剛剛也有 這個同仁 男者提到 長部 非常多有經驗的人 人士在這個屋 我想台灣 是需要 這方面推動 那也是希望大家 除了去散播這樣的 你們知道 我想我們還要在政策上 有給政府對付更大的壓力 各位記住一區號 那個國家提供的轉型 其實是最重要的 氣候轉型 最重要的是公眾的壓力 公眾的壓力 那這樣公眾的壓力 怎麼化為制度性的建構 成一個可以實現的政策 是可以來 大家一起來 沒有目標 大家都會有FPA 希望透過這樣 來發生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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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